他们因史密斯夫妇结缘 是好莱坞八卦媒体 最喜欢捕捉的恩爱夫妻之一 在一起十年 他们才举办婚礼 共养育六个孩子 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的两人 却在婚礼结束两年后 就宣告离婚 从此开启长达五年的离婚纠纷案 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不保黑料 反目成仇 这对曾恩爱有加的夫妻之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里是Bookie倒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 史密斯夫妇 皮特和朱莉的故事 今年五月 皮特与朱莉这对已离婚的夫妇 再次登上热搜 虽然两人已经分道扬镳多年 但五个孩子的抚养权 依然没有确定 关于孩子抚养权的问题 两人已经打了两年的官司 之前的法庭判决 让皮特无法正常的与孩子接触 就算去探视孩子也需要在心理咨询师的陪同下进行探望 在五月的庭审上 皮特得到了法官的支持 让他拥有了和朱莉一样的监护权 皮特曾说过做父亲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这样积极的态度也为他争取了更多的监护权 随着这次判决的结束 皮特当众表示将来自己会做得更好 给孩子更多的陪伴 可是这个结果让前妻朱莉不是满意 她甚至表示自己想要更换法官 其实这已经不是朱莉第一次质疑法官了 去年她就因为觉得判决不公平而提出更换法官的请求 离婚后 朱莉对皮特的态度一直很强硬 而皮特方对此的回应则是认为 朱莉一直企图用孩子来伤害自己 将孩子变成他们之间争斗的工具 她还表示自己曾多次提出探望孩子的请求 但都遭到了朱莉无情的拒绝 两人还曾因为赡养费的问题起过争执 皮特表示在这两年她已经拿出900万美元 给朱莉作为孩子的赡养费 但朱莉仍觉得不够 最后两人选择私下解决 以皮特支付更多的赡养费为结局 解决了这个问题 不过在抚养孩子这方面 朱莉确实是一个非常合格的母亲 她曾经也想过转行当导演 但因为婚姻发生变故 她选择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联伴自己的孩子 所以只能暂时放下自己的导演梦 在疫情隔离期间 她也是全身心地陪伴孩子 分享与不同孩子之间的相处之道 在离婚之后 朱莉并没有再次恋爱 她表示这段时间一直在治愈自己和家人 随着年龄的增大 她反而觉得自己越来越从容 从昔日恩爱的史密斯夫妇 到如今的反目成仇 这样的结局实在是让人感到惋惜 2014年 皮特和朱莉在法国举行了婚礼 他们的六个孩子全程参与了婚礼 那时的两人恩爱有加 可这样幸福的画面只持续了两年 2016年9月14日 皮特和朱莉带着孩子乘坐私人飞机 从巴黎飞往洛杉矶 飞机在明尼苏达州降落加油 当飞机停在跑道上时 两人发生了争吵 四天后 朱莉宣布为了家庭的健康 她要和皮特离婚 在诉讼中 朱莉提到了双方不可调和的分歧 并且朱莉要求获得六个孩子的主要监护权 她的经纪人也暗示两人离婚 是因为皮特有问题 朱莉永远会做对保护孩子最有利的选择 朱莉一方说 朱莉受够了皮特滥用违禁品和酒精 再加上她管不好自己的脾气 让朱莉觉得她的存在对孩子很危险 皮特方则马上出来反驳 表示皮特非常爱孩子 她永远不会把孩子置于危险境地 在双方透过媒体的第一轮护掐中 朱莉先占了上风 在爆出离婚消息后 特大媒体又收到了消息 称皮特疑似虐待孩子 2016年9月底 有媒体发了一篇报道揭露那场飞机争吵的细节 据说刚开始是皮特和朱莉在争吵 然后他们的大儿子Madox站出来帮朱莉说话 然后皮特就朝大儿子冲过去 朱莉立马反应过来站在大儿子和皮特之间保护孩子 但皮特还是触碰到了大儿子 事后朱莉对儿童服务部门表示 当时皮特打了大儿子的脸 消息传出后皮特方当场就急了 透过人物表示 事情的真相不是这样的 虽然皮特当时处于醉酒状态 他与朱莉起了争执 但他没有动手打 所谓的他打儿子的脸完全是子虚乌有 只是当时场面有点失控 他把手放到了大儿子的身上 虽然双方各执一词 但很多人都选择站在朱莉那一边 所以法官暂时把孩子的全部抚养权交给了朱莉 随着FBI与儿童服务部门的介入调查 几个月后 调查人员表示并没有发现皮特有虐待儿童的行为 皮特打孩子的标签被洗脱后 他和朱莉有一段时间的休战 2017年两人发表声明表示 是要请主持他们婚礼的私人法官奥德科克来进行离婚调解 之后双方似乎冰释前嫌了 皮特悄悄陪着朱莉和孩子们去柬埔寨参加朱莉新电影的首映室 朱莉花1900万美元在皮特洛杉矶的家旁边买了一栋房子 皮特还进入借饮中心借酒 并且开始学习控制情绪 希望能在孩子面前当个更好的爸爸 然而这短暂的和好没维持多久就再次破裂 2018年朱莉指控皮特不给抚养费 但皮特表示她借给朱莉800万美元 还给了她130万美元付账单 并没有不付钱啊 再后来为了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两人彻底开思疯狂抱对方的猛料 除了内涵皮特家暴之外 朱莉还提到了好莱坞臭名昭著的制片人维恩斯坦 说她在维恩斯坦只手遮天胡作非为的那段时间里 曾经遭到她的侵犯 幸运的是她当时逃脱了 在那之后她不仅警告过其他人关于维恩斯坦的事 而且为了不跟她一起工作 还推掉了大制作电影的角色 简而言之就是恶心透了维恩斯坦这个人 可她当时的丈夫皮特却继续和维恩斯坦交往 间接合作推出了无耻混蛋 不仅如此皮特还不顾她的反对联系了维恩斯坦 帮忙制作了她的电影 朱莉说因为她这个行为我们争吵过多次 这真的很伤人 为了争夺抚养权 连这样的黑料都爆出来了 可以推断出当时的皮特与朱莉关系恶化到了何种程度 同年 朱莉通过杂志时尚巴沙表示她想等孩子18岁后搬到国外生活 这个决定让皮特吓了一跳 于是两人争夺孩子抚养权的战争进入百热化 皮特要求和朱莉平分孩子的抚养权每人50% 她找来了21个目击证人作证 证明自己可以当个好爸爸 朱莉一方则找了7个证人并提出皮特家暴 不适合抚养孩子 庭审在去年12月开始 听取了无数证人专家心理咨询师和其他人员的证词 最终在今年5月宣判了开头的那段庭审结果 可紧接着朱莉就以法官与皮特的律师 有商业合作关系为由 上诉此次的庭审结果对自己不公平 要求取消法官处理这起离婚案的资格 让他的判定结果无效 而皮特也没有闲着 他聘请了超牛逼的律师准备和朱莉决议此战 他在回应朱莉上诉的法律文件中写道 法官认为朱莉的证据有很多重要方面都缺乏可信度 为了孩子们的最佳利益 皮特和朱莉必须共同享有抚养权 朱莉对判决的反对和拖延将对孩子造成重大的伤害 他们无法过上平静安稳的生活 但最终这一战还是朱莉赢得了胜利 于是在今年7月 加州的上诉法院取消了法官奥德科克的审理资格 据人物杂志报道 在奥德科克法官被取消审理资格后 皮特一方向加州最高法院提出了不审申请 提交给法院的文件里 皮特一方辩称 法院决定解雇奥德科克法官是一个错误 涉及到法官之前和皮特律师的业务联系 皮特的律师说 这只是一个轻微的无意的行政错误 除了把己方的过失描述的轻描淡写之外 皮特一方当然也没有忘记攻击朱莉 皮特的法律团队认为 朱莉就是故意的 他事先知道法官和皮特律师有联系 但他一开始什么都没说 自从这场抚养权之争的大战开始以后 皮特除了在2019年获得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男配角后 再无其他佳作问世 而朱莉的演艺事业就差得更多了 只能说这场争夺战 实在是耗费双方太多的精力了 从2016年至今 两人的离婚大战已经进行了将近5年 当离婚时 他们的大儿子还没成年 如今他们的大儿子都19岁了 一个抚养权就搞了这么多年 之后还有复杂的财产崩割 目测双方还要继续纠缠很久很久 他们不累 吃瓜群众都已经看累了 再不快点 孩子们估计都要一个接一个的成年了 这里是Googie岛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订阅 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您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